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5日 星期天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中国的产业链转移的问题 那么这些年来一直都听说 中国产业链的转移 目前到底转移出去了多少 中国的产业链还剩下多少 大家可能心里还有个疑惑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 产业链转移去中国已经超过一大半 习近平三年的时间呢 基本上是败光了中国40年的国运 准确的说是他上台以来10年的时间 败光了40年的国运 但是这三年是加速的 中国是内外交困 国际上是被所有的国家围追堵截 包括美国欧洲日本 产业链转移出中国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你看前两天呢 日本的首相到访美国 明确要求盟国一致针对中国进行围堵 可以说这个信号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就是国际上已经结成了反中共同盟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而且美国新上任的议长 也是呼吁全球一致制裁中共 溯源病毒的来源 而且是宣布成立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委员会 那么这个委员会的一个主任 上台讲话就是这样的 要将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来 美国以及盟友主要针对的是中共 而不是中国人 可以说这个信号一发出啊 全球很多反共的正义人士啊 是非常欢呼的 确实这个新上台的议战还是非常给力 如果他这呼吁的几项东西啊 能贯彻执行下去 一个是病毒的溯源针对中共 再一个是成立的针对中国的战略委员会 那么这两项可以说对中共的限制和打击的力度 还是挺大的啊 关键是在贯彻落实上 所以目前来看呢 中国不管是内政外交还是贸易经济 几乎全方面陷入了国际的围剿当中 习近平三年败光中国的国运 中国的产业链啊 转移出去大半 基本上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么我这里的数据啊 和一些经济的事件 可以说都是最新的 而且是比较全的 那么今天呢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组比较新的数据 一组啊比较新的经济的事件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 中国的产业链是不是彻底亡丸了啊 一切都逃不过这个统计的规律啊 以下的一些数据显示啊 可以说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已经超过一半 我们知道 欧盟是投资中国的前三名啊 前三名这个力度非常之大的 这些年来一直是投资中国资金非常之多 我们看一下2019年呢 欧盟开始投资东南亚 大规模的投资东南亚了 投资了多少些呢 61亿欧元 看起来不多 但是我们看一下2021年啊 2021年呢 欧盟投资东南亚高达265亿美元啊 增长了多少倍啊 增长了四倍 比2019年 而2022年还要多 目前这个统计数据没出来 到时候统计出来 我给大家通报一下 所以大家想想 在之前呢 欧盟主要投资的都是中国 但是现在开始翻倍 翻几倍的投资东南亚 而欧盟对外投资的总资金 基本上是一定的 基本上中国和东盟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欧盟投资到东南亚的资金 翻倍的成长啊 翻了三倍 那么投资到中国 肯定是萎缩的非常厉害的 这样反推是成立的啊 这个逻辑上 这是第一个 从欧盟投资东南亚 可以看出来 这个国际资本呢 已经不看好中国了 开始在东南亚寻找这种制造业的基地 投资东南亚了 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2022年3月份以来啊 印尼的出口同比增长是多少啊 去年呢 一到六月份 印尼累计出口额是高达1400多亿元 同比增长了多少 增长了37.11%啊 增长了接近四成 那么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啊 印尼出口这么强劲 它这个出口的增速是从哪里来的 替代的中国 毫无疑问 对不对 不仅是越南在抢中国的出口份额啊 印尼也在抢啊 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昨天我做的越南 大家可以看到了 越南已经是替代了中国不少的制造业的生产基地 同时替代了中国很多的出口份额 那么东南亚的第一大经济体 印尼啊 其实它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强劲的 主要是因为国际资本不投资中国 开始投资向印尼 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这些东南亚比较好的国家了 所以从去年呢 一到六月份 印尼的出口 同比增长高达40%左右 可以看出 印尼的经济啊 它的外贸是非常强劲的 全部都是替代的中国 抢的中国的市场份额 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和中国 基本上是制造业处于同一条水平啊 都是可以相互替代 我们再来看一下越南 这是我昨天做的专门一期节目 越南去年的GDP的增速高达8.02% 其中呢 制造业增长了8.1% 服务业增长9.9%啊 可以说都是大幅度增长 外贸出口同比增长是双位数啊 那么全球的外贸订单 可以说都是此消彼长的 这么多外贸订单给了东南亚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外贸订单 肯定是下滑的非常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外贸订单下滑的情况 中国2023年啊 春季外贸订单 总体下降了40% 其中传统产品呢 下降超过50%啊 基本上是腰斩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 国际上其他的一些买家 像美国欧盟日本很多呀 都不买中国的产品了 所以导致他的外贸订单呢 下滑严重 下滑接近50% 那么前些天呢 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呢 就是中国沿海的很多城市 很多省份呢 开始纷纷组团出国去招商引资 对不对 那么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 90年代初才出现的情况 但是现在重新开始出现了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了 订单流失的太严重了 所以这些地区啊 着急了 官员开始代谈呢 到日本 到欧洲 到美国去组坛 来招商引资了 说明他的订单没有了嘛 但是尽管这样也是没有用的 这些转出去的工厂 转出去的外贸订单啊 别人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很多就是一个大的经济循环嘛 你已经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一年两年 不能足额保证 这些订单的供应和生产 那么别人凭什么再继续相信你 凭什么把订单继续给你 所以订单都转到了东南亚嘛 转到了墨西哥嘛 转到了印度嘛 这些国家去了 现在中共政府啊 中共地方官员开始急了 你急有什么用呢 可以说加速式的加速的效果啊 就体现在外贸订单 快速的下滑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方面 欧盟呢 包括英国 已经取代了中国 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022年1到9月份呢 美国从欧洲进口了4490亿美元的商品 从中国了是进口了4180亿美元 可以说欧盟已经取代了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要知道啊 我们前面一二十年 中国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啊 而且美国为中国每年提供三四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 但是对不起啊 你加速时加速到这样一个地步 美国已经不跟你玩了 然后呢 很多美国的工厂 美国的商家下的订单啊 不给中国下了 开始向东南亚的国家 开始向欧盟 开始向墨西哥 这些国家开始下订单了 对不对 不卖你的商品了 不卖你中国的商品了 那么你中国你就干着急 这是一个方面 而美国的第二大贸易进口来源地啊 也不是中国 是哪个呢 是北美联盟 就是加拿大墨西哥 这是美国传统的贸易伙伴 非常强劲的支撑的 可以说这两个国家 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啊 已经超过了中国 而中国已经从前面 一二十年的第一位 一下子降到了第三位 成为美国第三大这个进口来源地 已经下滑的非常严重了啊 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呢 总体现在是出现了高于美国的趋势啊 之前呢 像曹德旺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呀 还有一些学者都统计过啊 美国的制造业的成本呢 整体来说已经是低于中国了 除了人工比中国的高一些 但是其他的像土地 房租 税费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加起来 其实中国是远远高于美国的 在这种条件之下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啊 这两年可以说是方兴为爱啊 大家看看台积电往美国搬 美国本土的英特尔等等一些芯片制造商啊 大规模的扩自建厂 还有美国欧洲很多制造业 日本韩国很多制造业的企业 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的 这就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体现了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呢 开始向美国回流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些回流的企业从哪里来的 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 大家看看日韩欧美很多企业 这几年都在从中国搬出来嘛 有的搬到东南亚 有的搬到北美 搬到欧洲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布局的 其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的成本 开始下降 而且政府给这些制造业回流的企业 进行了大幅度的补贴 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非常明智的一个地方 知道如果制造业继续放在中国 中国的国力会继续增强 还会给全球全球的经济带来威胁 而且它的不确定性太高 所以美国非常明智开始要制造业回流 其中芯片呢 就是它的代表的回流性的企业 像台积电三星 还有日本韩国的一些工厂都开始慢慢回流美国了 可以说也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 但是也是美国政府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批大的公司 像台积电 还有像富士康 还有像苹果 戴尔等等呢 全部都开始从中国撤离 而戴尔公司呢 是准备放弃用了中国产的芯片 很多企业也是纷纷响应 而且呢 体现中美贸易衰退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 就是中美集装箱的货运的价格呀 断崖式的下跌 在2021年呢 一个集装箱的货柜从中国运到美国啊 大概要一万六七千美元了 高峰的时候可能还不止 但是在去年到现在这个价格只有多少了 是之前的高峰时候的十分之一啊 就是一两千美元一个货柜 这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美贸易的断崖式的下跌啊 美国已经不买你的东西了 或者大幅度的下降了 那么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货柜的需求啊 也是大幅度的下降 中国很多港口啊 空的集装箱堆的都没地方放了 因为没人需求他的集装箱嘛 对不对 运不出去嘛 这就是差距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啊 新加坡已经取代了香港 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两年呢 因为中共推行这个国安法 把香港啊 搞成了一个死港 臭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 可以说已经是被取代了 那么香港的衰退啊 就是作为中共国家衰退的一个标志 香港政治呢 现在基本上成了一国一制 而且毫无言论自由 媒体啊 全部都垮掉 都被限制住了 对不对 全部都是一国一制 向中国大陆看起了 而且香港的经济自由 很多东西啊 也是不复存在 你政治上没有自由 那么很多人就不会信任你香港经济上的安全嘛 很多资金 亚洲的一些资金 全球的一些资金呢 开始流出香港嘛 大家看看香港的楼市 香港的股市 基本上都知道 尽管最近一波的香港的股市反弹力度非常之大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资金在回流香港 可能是资金撤离香港之前了 最后炒一波赚一波钱 然后就走的啊 当然也可能呢 是中共大陆的资金在拖香港的股市 在进行投机的炒作 这个都是有可能 整体来说 全球的资本呢 贸易都在流出大中华地区 中国啊 已经被全球产业链给抛弃了 那么根据欧洲的德国之声报道 虽然中国近期了 开始放宽了这种防疫的防控 但是啊 欧盟投资者仍然是开始冷淡中国 青睐东南亚的国家 欧盟可以说之前呢 是对中国还算是比较温和 比较保守的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体啊 美国和日本啊 对中共是比较严厉 是比较激进一些 但是欧盟啊 可以说很多时候是奇强的 但是现在欧盟在经济上 投资上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 欧盟和东盟的委员会 轮值主席啊 就说过 就是最近说 他说和中国脱钩 产业链多样化的决策 已经做出来了 而东南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欧盟投资者们认为啊 中国变得不可预测 不可信赖 并且效率啊 也不再是那么高了 那么中共之所以不可信赖 可能和最近呢 他们一系列的表现有关系 就是这两三年来 对外都是战狼外交 对各个国家都是居高临下的 可以说战狼的这种外交姿态 而且经济上呢 在国内啊 都是大逆度的搞疫情封锁 然后呢 对一些工厂进行限制 对一些投资进行限制 附带一些其他的条件 所以很多全球的资本啊 国家和一些产业 都在慢慢的撤离中国 欧盟现在呢 投资中国的主要还是传统的那几样 像大众 宝马 奔驰等等一些大企业 他们主要是 占了总投资的70% 那么这些所谓啊 高档豪华车的产业啊 在当前的世界上 基本上属于西洋产业的啊 它的主要市场在中国 所以这些企业还是没有撤出中国 但是啊 如果台海出现了战事 欧洲投资者的利益啊 肯定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因为那个时候啊 欧洲他必须要跟随美国一致行动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底线 所以别看现在欧洲在起墙 但是如果真的台海出事的话 欧洲绝对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不可能站在中共一边的 而那个时候啊 如果美国日本开始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的话 欧盟肯定会加入的 所以欧洲的投资者们 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转移投资东南亚 放弃中国呀 当然也是有那个事情的考虑啊 就是台海出事的考虑 而且呢 大家看一下 美国当年呢 由奥巴马最早提出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 还有PPV供应链的一个战略 在经过川普四年中断之后 那么随后拜登出任美国的总统 又开始实施这种战略了 并且对中国是更加的严苛 TPP现在已经扩展为IPEF 就是印太经济的框架 那么再加上大西洋经济圈 就是欧美的 可以说北美经济圈 基本上这三大经济体 就成了围追堵截中共经济的三大的利器 将中共的经济和贸易完全是排除在外 将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是排除在全球供应之外 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 那么未来三到五年基本上可以成型 目前中国的产业链已经转移出去一大半了 那么未来全部转移之后 中国房地产再加上房地产垮塌 所以中国国内不会有什么新的经济支柱了 基本上经济就是朝鲜化 这种趋势是不可立的 非常感谢总家做事习近平 在三年的时间败光了中国40年的国月 可以说要做到所有的事情全部错 确实也非常不容易 未来中国除了朝鲜化 基本上不会有其他的结局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欧洲澳洲新西兰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加勤 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一百二十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传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于是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广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的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拥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go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